为什么说任嘉伦聊天终结者 糊弄学大师 嘉伦慢问乱答 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热板男生吧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任嘉伦工作室 发布了任嘉伦的最新的一个短片 任嘉伦呢 就在中秋节跟教师节来临之间呢 给大家送上了一席话 听完之后呢 会被你称赞为论言论语 迷logo还有呢 是谁被糊弄到了呢 原来是小时吗 你学会了吗 下面让我们看看任嘉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吧 我这终结者 终结者 咱这手机空间本来就没有多少 再这么浪费下去 你都录不上了 是不是 所以可以结束 这期的话题度非常有 就是聊天终结者 答非所问 那你祝福一下也可以吧 祝大家各种节快乐 嗯 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一个日常里 你了解多少跟中秋有关系的故事 这歌版全来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太难了 难忘在中秋跟谁过的故事吗 嗯 非常难忘在一时在剧组过的每一个小时 所有的中秋都在剧组过的吗 对对对 这么长 对对对 你爱吃月铃吗 不爱吃 你最早知道中秋节是从哪方面开始了解 忘了 我让你画月铃了 不会 不信 你要信 你不是说你是分台画手吗 嗯 不承认 快来问几个 啊 月 我今天是聊天终结人了 15的月两年还是10年 想不过来转不过来弯 我只知道15和16 我今天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铃 馅儿 嗯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我只能想到月铃 你不是这么月铃吗 现在耳朵不是特别好说的 哈哈 听不见了 听不见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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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难的一期日常 啊 我说别的时候 我说别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大家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 你对于人家乐乐这次小事的采访 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哦 这里是娱乐这宝男生版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发生了 小编 小编